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爱天父 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用你的话创造天地 你也用你的话全能的命令托诸万有 我们离开你的话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和智慧 唯有接着你的话 亲自在这个世上来兼顾 更新捷径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世上 所思所想所行都能够 与你的话一致 过一个真正讨你喜悦的生活 我们虽然软弱 但是主你的恩典丰盛 求主用你的恩典复辟你自己的百姓 使你的百姓能够明白你的话 爱你的话 并且在这个世上也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 求主兼顾我们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经过了十二章九节到二十一节的 这个看似比较混乱的 关于基督徒伦理的这样的使徒保罗的教导之后呢 从十三章开始 很明显的就让我们看到比较有规则的 有规范的这样的内容 那这里面包括了关于顺从掌权者的教导 八节到十节就关于爱心的教导 然后十一节往后呢 就谈到了我们如何 以一颗末世论的观点 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内容 十四章就谈到了一些 什么地穷相爱具体的一些 纷争论断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本文里面 谈到了一个非常严肃 又是无可避免的这样的话题 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 那对于韩国基督徒无所谓 他们基督徒也很关心政治 对于美国基督徒也不是问题 因为人家已经经过一二百年的 这样的民主社会 已经生活和政治不可分离的 那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说 更严谨的来说 从大陆从中国本土来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可能关于这个议题 要么就是极端的不关心 要么就是极端的偏向另一个极端 那所以呢 一谈到政治的问题 其实就很敏感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将近上千年的历史当中 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 一般老百姓不谈政治 这个普通老百姓不谈政治 这是我们不只是49年之后的 是我们从古代就开始有这样的 这个所谓的双引号的优良传统 所以一般官的人谈政治 这个老百姓只好官 干好自己的活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不谈政治 所以我们中国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 信了双引号所谓的洋教 但是我们的灵魂里面 精神世界对政治还是无所关心的 那有两种类型表现出这种不关心 第一种呢 就认为政治一谈政治就跟我们基督徒没关 这是第一类人 所以基督徒不要谈政治 我们的信仰是关乎天国的 跟地上的事无关 这种二元论的天主教的神学 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当然这个背后还有好多不同的基督教流派的 思想影响 包括尼徒生的 包括灵恩派的 包括一些敬虔的 特别是什么盖恩夫人这一类的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 有心无心的对我们这些更正教 新教基督教的弟兄姐妹呢 有深切远的影响 所以一谈政治好像我们就很俗 我们应该关天上的事情 于是我们就以这种前提 在读经的时候 那些很多关于地上政治的问题的教导 我们就被忽视了 我们更多的去专注一些 关于天上的属灵的教导这样的步伐 这是第一类不关心政治的人 还有一类的人呢 更可怕的这一类人呢 就是进一步更加属灵的 也是今天本文里面 保罗在教导这个政治世俗政权的 这样的内容的一个原因 当时在罗马教会里面 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啊 犹太基督徒 所以在旧约和犹太 新约犹太的传统里面呢 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我们是上帝的百姓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所以我们是接受上帝的统治 因此呢 我们是不接受这个地上的 甚至可能是逼迫教会的 甚至是异教徒的 不敬钱的这样的 世俗的王的统治 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已经有这种文化 那旧约以色列国 它是一个特殊的国 为什么呢 上帝先监选亚伯拉罕 向他启示自己 于是就从亚伯拉罕 这个人开始就产生了一种 西伯来人的信仰 就是耶和华的信仰 以上帝作为他个人 作为他民族 甚至将来作为他国的神的那样的王 那出埃及记之后 我们看到也谈到了这个民族 这一个群体从埃及出来的 独一要尊耶和华为圣 然后甚至进入迦南地之后 将来要建立国的时候 甚至生命记提到立王的时候 让王一定要第一个条件 就是敬畏神 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无论看这个士师纪 还是列王纪上下 我们看到那个失败的重要的特点 就是王不敬畏神 不是王管理才干政治能力的问题 国际关系的能力的问题 重要的看王终不忠于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我们看到评价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效法他祖大卫专心跟从耶和华 第二个就评论恶王的时候 是不是他以耶路不安的模范 按着没有离开耶路不安的恶道 因为他离弃神去拜偶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很重要一个是根深蒂固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属天的百姓 我们是独一侍奉神 唯一的王就是耶和华上帝 但是当进到新约里面 这种根深蒂固的概念 却在本丢比拉多的这个公审 审判耶稣的时候 由犹太人 而且由法利赛人 这些本来就是特别保守信仰的这些人 他们却口中告白出来一个非常惊人的 说我们除了凯撒以外 没有别的王 这个是跟他们数百年 他们的信仰良心里面 告白是完全相反的 为什么他们告白这么奇怪的告白呢 是因为他们为了收拾耶稣 只要把耶稣铲除 不威胁我们的这个既得利益 因为当时他们是统治阶级 宗教统治阶级 耶稣来了 又不从他们的那一套 然后带领又有影响力 追随他的人很多 所以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危机 于是乎说出这种恬不知耻的 我们除了这个凯撒以外 没有别的王 如果一个外邦人 罗马人这么说还行 一个根深蒂固 除了神以外 没有别的王的 这样的告白的民族 竟然告白说 我们除了凯撒以外 没有别的王 这个是很非常聪明 但是非常实用 非常现实的一个选择 但是却是违背 他们这个民族的传统 所以不管怎么样 犹太人的根深地固 是认为除了神以外 不是别的王 因此他们就专心释放神 所以他们很容易轻视地上的政权 那么在中国圈里面 中国基督徒圈里面 我之前讲 去年讲宗教改革纪念 505年周年纪念的时候 其中提到了 传统家庭教会批判三字的时候 提到一个非常错误的解经 就是根据伊鲁伯安那个建牛读 那是陈哥他解经的那个金牛教 那个视频影响深远的缘故 其实这个背后 我们批判伊鲁伯安的错误是对的 但是错误的应用 是把我们和犹太人 希伯来人等同了 我们不是神圣国家 我们也不是希伯来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本身就是异教徒 我们就是外八人 因此对于这种神圣国家 是除了敬畏神的王以外 不可以有其他不敬畏神的异教徒统治的 是绝不允许的 违背神的律法的 那个时期 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模范 然后规范 他们有特殊的情况 但是把这种解经错误的 寥寥草草的应用到中国人身上 这个是错误的应用 完全错误了 我们不是犹太人 虽然我们中间受这种 归回伊鲁拉撒冷运动 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包括无论其他国家 都允许异教徒 或者是非基督徒 天主教徒 甚至其他教徒 当然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感情上 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样教派的 有一个样敬畏神的 按照圣经的原理去从事政治 智慧去管理国家的 当然我们喜欢对不对 但是不等于说 除了基督徒以外 非基督徒甚至异教徒 他们在政治上就不可能 行公义号连灭 或者没有政治智慧 往往很多 我们远了不看 美国那些自认为按圣经 去宣誓做总统的人 他们做出了很多 错误违背圣经的决策一样 韩国也一样 对不对 长老的做总统的 这样的丢人先眼的事情 也有很多 对不对 竞选的时候 跑大教会去拉票 然后结果竞完选 这个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违背信仰的 这样的事情 不是也有吗 所以不一定 虽然我们基督徒是一厢情愿 希望有基督徒做王 但是不一定 真正的基督徒 有那样的政治智慧和良心 做上王了 真的能够治理好国家 大家一定要区分这个 我们不是希伯来人 上帝对希伯来人 那个民族和国家 要求王必须是敬畏神的 必须希伯来人 弟兄当中的 而且必须是敬畏神的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 上帝允许 一教徒不信的人做王 所以中国人常常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一厢情愿的把自己跟希伯来人等同 于是看圣经的时候就认为好像 这个一教徒做王了 我们就受不了 无神论者做王了 受不了 这种受不了 除了一般的政治立场上的受不了 更多是错误的属灵观 带来的那种敌处 我不是给某个政党 这个洗白 大家有清洁的良心 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我说这种感情 敌处感 很多都是基于错误的信仰 错误的结晶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谈政治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谈政治 因为圣经里面谈了很多的政治 第二 政治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像孙悟空一样 飘在这个白色的云朵上 是吧 我们都是活在哪个具体的社会当中 而这个社会它有它的政治形态 我们活在中国 我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公民 所以那个国家的制度 秩序 法律等等 经济都跟我们的这个茶余 饭后这个生活起居 是有息息相关的 你可以不关心 但是你脱离不了跟他的关系 对不对 计划生育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话 我恐怕 弟兄姊妹可能又多出来个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之类的 对不对 现在又鼓励什么 生三个生几个 有的人是说 谁爱生谁生去 对不对 让我们生的时候是你 不让我们生的时候也是你 所以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不关心 但是很多的事情 确实与我们有息息相关的 那今天我们在韩国也一样 你以为国内发生事情跟你没关系 几年后你就知道了 甚至现在你就知道了 因为中国跟其他国家 国际关系不好 每一次你从父母那儿 优来的学费的时候 你就知道人民币贬值 对你是有多么的大的伤害 对不对 明白啥意思吧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关心政治 但是脱离那种奋锐党式的关系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今天保罗 谈到那么多内容之后 他在一节到七节里面 就详细地谈到了 这个世俗政权的问题 这里面说到了 总体是让我们顺服掌权者 而且他这种顺服掌权者 在谈到前面 包括什么 甚至逼迫我们的 也要爱他们 不要仇视他们 咒诅他们 要祝福他们 在这种实戒为核心的 爱神爱人的这种大的原则里面来看 这种顺服权柄 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第一点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 首先这里面说到了 在上有权柄的 那这里面的在上有权柄 有学者是认为是包括属灵的权柄 实际上保罗 我们看着这个文脉 是讲在地上的权柄 这里面的权柄是 可以翻译成权威 能力力量 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世俗的这个职权 包括世俗的政府 职员 世俗的这些官员等等 那之所以说在上是因为相当于一般百姓 他们的权位 权力 职位 是在上的 因此这里面也告诉我们 上帝在治理这个世界当中 存在着一定的秩序 上帝是有秩序的 我们透过上帝六日创造里面 我们就看到神创造的里面有秩序 上帝有秩序 我们看到他同管这个世界里面有秩序 这个秩序不仅是在自然界当中 物理学的 自然科学的这个秩序 这个秩序也 透过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中 也反映出秩序 上帝让亚当沉睡 从他的肋骨当中 为他造了妻子 二人出于一而归于一 那么虽然是两个人是 同样是神的行性样式 同样是尊贵的 新约里面使徒彼得说 同样是蒙了基督宝学所买来的 也就是说他俩不存在尊卑 存在论上是同等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类社会 强调人的尊严 男女平等的最根基的理论根源 是因为上帝造我们 时间上是亚当先存在 但是从存在上来说 后来出现的夏娃 他也同样跟他的丈夫亚当是同样具有宝贵的 杀男人和杀女人同样是要被上帝咒诅和刑罚的 因为这种生命本身是上帝所赋予的尊严 所以虽然这样相同 但是在家庭结构里面 男人是同 女人是帮助者等等 那这个解禁我们就不多谈了 总之在家庭单位这种社会形态里面 有这种秩序 包括后来他们生的儿女 儿女要孝敬父母 顺从父母 虽然是括号加上在上帝的旨意 在主里面顺从 所以在家庭里面就有这种秩序 不是存在的那种高低卑贱 是秩序 那再扩充呢 我们看到社会里面 渐渐的就形成了王啊 百姓啊等等 老师啊 学生等等 然后包括教会里面也有 虽然是大家同为蒙恩的基督徒 但是为了这种群体的益处 上帝也设立了什么使徒 先知 牧师 教士 等等 这个不同于世俗权力 那种强权或者怎么样 而是服侍的这样的秩序 各按肢体 比喻我们成为各自做肢体 肢体之间配搭 发挥各自的功用 这样在一定的秩序里面 有机的去服侍的时候 我们各自也一同在这个肢体当中 身体里面成长 所以上帝是有秩序的神 因此不只是我们看到地球绕着太阳转 地球自转什么 这种宇宙当中的秩序 人类之间的秩序也有 特别是在堕落之后 堕落之后 上帝利用或者是设立地上各种秩序来维持 我们之前学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也谈到了 上帝在我们良心里面放下那个罪恶 审判那个一般恩从里面的那个意识 让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欲望和冲通 但是又惧怕 怕刑罚 怕舆论 以至于约束我们不至于进行出 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恶念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保持现在堕落的社会里面某种秩序 行驶车的人遵守交通规则 怕扣分 怕被拍照 怕被罚款等等 并不是完全纯粹是从内在的道德上 高度的觉悟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恐怕这个等等 那种而更多的是出于惧怕 然后来保持一定的秩序 同样上帝在地上设立这种权柄 在上有权柄的 那这里面提到了在上有权柄的 又提到了什么呢 人人当顺从 那这里面的顺服 人人当顺服 这里面的顺服就是 可以翻译成受制语 或者是服从 或者是顺服 人人当顺从 这里面的人人呢 是指每个人 虽然希腊语是 Pasheke 就是魂 或者是灵魂 英文翻译成Soul 是灵魂 这是希伯来人的传统 把灵魂 称亚当是成为活的魂 就是活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用人的一部分 灵魂最重要的一部分 来指整个人 所以这个人人都应当服从 这是今天的主旨 在上的有权柄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不管是基督徒 这个地上所有的 按照人 神的行星上是被造的 这个人都应该顺从 有权柄 那第二 我们就会思考 为什么会要顺从呢 顺从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出现了好几个因为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顺从的理由 第一就是神所命定的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 我们刚才解释了 这位有秩序的神 他所出于他的被造 我们所说的自然界 是有秩序的 因为上帝是有秩序的神 第二 正因为人类 包括社会 也是出于上帝 所以在某种层面上 也看 反映出了 上帝 在人类社会当中 流露出的那种秩序 无论是从亚当的家庭秩序 还是从 希伯来人社会当中 实际 这个西乃山下 与以色列人立的约 告诉他们如何 敬拜神 垂直的关系 如何爱临手 如同自己 包括对待那些孤儿寡妇 等等 寄居客旅的如何对待 战争的时候如何对待 临手之间的 借贷关系 包括仪式物品等等 之间的关系 这种秩序 给他们规范 指引 上帝是喜欢秩序的 如果再不理解的话 看造会幕 那个一个钉 一个锚 那些原材料 选谁 什么人 做哪个部件 怎么做 什么 怎么织 用什么材料 织完了 怎么去组装 按照什么顺序 衣服 先里面内跑 外跑 胸排 肩排 腰带 等等 那我们可能从这个服装设计 从美术 从建筑上来看 但是你看远一点 每一个步骤 都是按照山上的样式 上帝指示的 这位有秩序的神 他的内心当中 构建了一个秩序的 会幕的样式 然后吩咐摩西 摩西坐的时候 凡英华所吩咐的 都照着讲座了 然后后来摩西 揣机记后半部分 就是照着 耶和华所吩咐的 支搭起来 现的时候 充满了神的荣耀 所以上帝是有秩序的神 到了新约 我们才明白 读西伯来书 才明白 原来以前那个部件 那个样 物品 那个绘墓 那个什么 以弗德 那个帽子 那个月柜等等 原来它 都是一些影子 指向一些实体 所以上帝吩咐这些 吩咐这些物品的时候 已经在指向 象征 预表那些 属灵的实体 所以每一个部品 都跟他的救恩计划 救赎计划 是对应的 神是有智慧 有秩序的神 所以出于神的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定的 那这里面命定 是说到 他所 可以做安排 设立 命令 决定 上帝所安排的 上帝所设立的 上帝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 今天的这些权柄 秩序 乃是出于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设立 上帝所决定的 为什么要顺服呢 因为上帝的缘故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这种权柄 权威的这种层次 上帝是绝对的权威 然后上帝设立的 还有一些次等的 相对的权威 权柄 比如说家庭当中 丈夫 父母 社会当中什么老师 老板 包括其他的各个部门 都有这样的秩序 那些相对的上帝 委任给他们这些权柄 让他们去作为 去治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说到 不可抗拒他们 要顺从他们 因为抗拒这些权柄 就相当于 抗拒神自己 因为设立这样一种秩序的 就是神自己 然后第二 为什么要顺从呢 除了神的命令以外 命定以外 神所安排的设计以外 当然 谈到这里面 设计安排 其实我们很容易 联想到设计 哲学界里面 也谈到了这种设计理论 如果我们看到 宇宙当中这种秩序 一定有一位智者 他设计了这一切 我们最著名的 就是托马斯·阿奎纳 他最著名的 就是这种五个存在论证 第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 这个神设计论 一定是有一位智者 或者是道德论证 存在论证等等 那智者的安排 那近现代的一些 所谓的 具有自然神论的 这样的基督徒科学家 我们所熟悉的像牛顿 他们其实就是 自然神论的基督徒 虽然不是正统 但是他们也相信 宇宙背后 这种秩序背后 有一位智者的设计 那因此呢 当我们去说 这是神命定的 我们因为对神的认识 因着对神的爱 我们相信神的判断 超越我们的判断 因此呢 他这样设计 一定是出于他的智慧 出于他的良善 我们不可能说 神为什么这样 对不对 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 其实就是表明 对神的不满 表明我们自己 比神更智慧 我的观点 一定是超越神 那这个罪 就跟亚当当初 犯的罪一模一样 上帝说 不可迟迟的日子 必定死 亚当自已有认为 不一定死 虽然撒旦给他建议 但是当他自己决定 离开神的判断 自己决定 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的判断最聪明 我的决定是最智慧 无论神是什么说 但是我觉得 于是乎就犯了这样的错 所以当神安排的时候 出于神的一定是好的 那待会我们会具体地解释 所以第一 我们顺从的理由 是因为神命定的 第二 因为上帝设立他们 是做神的用人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他的必自取行凡 原不是叫行善的 等等 然后四解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们有益的 他是神的用人 是申冤的 刑罚作恶的 这里面说到这些世俗的掌权者 特别是对于罗马弟兄姐妹来说 当时的罗马的凯撒 在仗 罗马书大概写书是主后57年 那个时候正是我们所知道的 恶名昭著的 虽然还没那么癫狂 但是那个时期做王的尼路 64年他放火烧了罗马 然后假称是基督徒干的 他烧了以后 他想搞自己建个新的罗马城 然后公开的去嫁祸给基督徒 开始广泛的逼迫基督徒 之前其实他也很神经病 其实间歇性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保罗说连这样的人都是神的用人 那么神的用人是什么意思呢 Diakonos 意思就是仆人 助手 信使 代表 地上世俗的那些职位 无论是王还是什么执政官 他们是上帝的仆人 当然这个仆人和旧约西伯来圣经里面 这是我的仆人 里面一般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亚伯拉罕是我的仆人 摩西是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摩西 但是同时上帝也曾经说 对那个罗略 以色列百姓的巴比伦的王 尼撒 尼布甲尼撒 说他是我的仆人 对不对 先知书里面 我告了他 要执行我的旨意 所以可见 神的仆人 一种是上帝所喜悦的 神所尊重的 积极顺从神命令的 爱上帝的 像摩西啊 先知这样 还有一些是 上帝手中的 器皿 为了执行神旨意的 这样的人 就像不敬钱的 尼布甲尼撒一样 一开始也造偶像 对不对 后来上帝又意象 显现他才开始 哇 要拜丹伊利所信的这个神 没有神 像他这样的 实行拯救的 所以上帝甚至在旧约里面 诗篇里面说到 上帝以风为使义 以火焰为仆 为他的使者 也就是说 上帝以他至高的统治 智慧 他可以支配所有的 没有生命的 位格的 风啊 石头啊 水啊 山啊 动物啊 还有 有人格的 那些不敬钱的人 甚至不敬畏他的人 我们从创世纪 就可以看到 那些什么 雅米米勒呀 包括埃及的法老啊 等等 都在某种程度 上帝在使用他们 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这里面说到 这些世俗的权柄 掌权者 是上帝安排的 是实现上帝的目的 和计划 所用的仆人 助手 或者是信使 或者是代表 这个代表更说到了 那个权柄啊 世俗政权 它不是终极权威 它是代表神在地上 治理的权威 那么上帝的国 我们和世俗的政府 这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 有很多的这样的谈论 很多的讲论 最著名的就是 奥古斯丁的两国论 那加尔维也谈到了很多 路德也谈到了很多 其中就是 我们简单的说 是两种领域 这两种领域 一种是自然的领域 世俗的人类社会 另一种是教会 这种 上帝所分别为圣的 告白耶稣基督信仰的 属灵的这样的群体 而这两种群体呢 在这个地上是混合的 基督徒既属于这个世界 活在这个世界 在世俗的社会里面 另一方面的基督徒 属灵的身份地位又 既属这个地上 同时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按照肉身的身份 社会的身份呢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的人是韩国的 什么永住的 或者是国籍 是其他国籍 我们在地上的身份 所以基督徒有双重身份 一种是属地的 一种是属天的 因此这两种领域 注意我们的措辞 两种领域的秩序 都要遵守 现在谈的是地上的秩序 而这个秩序表面上是世俗的 不信的 不敬钱的 异教徒 或者是仇恨基督教的 这些人掌管 但是背后呢 都是上帝在掌管 所以两国论不是谈 一个是这个撒旦掌管的国 一个是神掌的国 掌权的国 不是 都是神掌权 上帝的统治 只不过上帝在一般领域 世俗政府当中 社会当中的统治的方式 和上帝在教会当中 统治方式不一样 两种原理 对教会里面是 用什么说服 感化基督的宝血 恩典 圣灵 靠着讲道 对不对 当然也有什么 教会的纪律成质 但是在社会上 就另一种制度来管理 所以基督徒 即使肉身属于这个社会 所以他在某种领域 要顺从上帝所命定的 使用的这些世俗的政府 社会制度权柄 另一方面 基督徒还是有属灵的身份 所以在这里面 仆人就是讲到 他们是为上帝 执行上帝旨意的 而这个旨意 不是教会的旨意 不是属灵的旨意 是在一般领域 人类社会当中 上帝的旨意 所以基督徒不要混乱 混陷 用韩国话 混陷 就混淆了 我们拿教会的规矩 去要求世俗政府 或者是人类社会 这个就有点不和气了 当然那是理想 圣经的道德原则是完美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 虽然期待人类社会 进步到一定程度 像圣经那样的一致 但是有的时候 要求非基督徒 像基督徒一样 那样的道德伦理 实际上有些时候 是不够合理的 不合理的 那在这 因为上帝管理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秩序 那第二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神的用人 神的用人 所以在这里面提出了 我们顺从的理由 第一 神的命定 这些职位 权柄 都是神所命的 神所安排的 神所设立的 第二 就是 是神的用人 这是讲到了第二部分 我们顺从的理由 第三 顺从的态度与实际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 去顺从 我们应该具体在哪些事情顺从 五解说到 所以 你们必须顺从 必须顺从 顺从是 义不容辞的顺从 注意这是一般性的 不但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提到了两个顺从的动机 第一 刑罚 为什么说 刑罚呢 前面已经说到了 这是神所设立的 而且不是空空配件 也就是说 他们有刑罚的那个权柄 司法的体制 违背社会的法的话 追查我们责任 甚至有执行这种 司法的这种机关 什么公安呢 包括法庭啊 监狱啊 等等 因此 当我们抗拒这种秩序的时候 会带来刑罚 那不仅如此 当我们这样抗拒的时候 更是抗拒神自己 这不管是我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问题 涉及到信仰的问题 我和上帝的关系的问题 所以基督徒 顺从 第一 不单要出于惧怕 因为 这些权柄背后 是神自己 抗拒这些权柄 就是抗拒神自己 第二 这个惧怕的第二原因 因为带来的是刑罚 或者是后面说的 审判 所以不单出于惧怕 第二 更是因为良心 为什么是良心呢 因为 这里面说到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 刑罚作恶的 上帝设立这些秩序 不只是挟制我们 不是为了挟制我们 虽然我们需要一些管制 因为我们堕落的人 如果随心所欲 个人偏心己路的话 人类社会会 加速灭亡 人可能互相 裸掠 强暴 甚至这个社会混乱 对不对 我们看一些战争的国家 那些超市被随便去破坏 那个超市的主人 那些商品就被裸掠夺 然后甚至那个加油站被烧 什么公交也停止 地铁也停止 整个人类社会都陷入到混乱里面 甚至人的家也被私入闯入 人的生命财产也被危害 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人类社会加速灭亡 所以上帝设立这些公职 维持各样的秩序 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因此这些权柄 是让那些行善的人 不惧怕 行善的人得保护 得安全 反而是为 而且还为那些遭受冤屈的人 获得申愿司法制度吗 然后刑罚那些作恶的 保持社会的秩序 所以出于良心 我们应该顺从 基督徒不是追求神的旨意吗 追求良善吗 而上帝出于他的智慧和良善 给堕落的人类社会 维持 就像赐给我们医生 医学 这些药物 隐藏创造当中 就隐藏在各种植物里面的各种营养成分和药 药效一样 为了使堕落的人暂时 暂时维持身体的健康 以至我们一样 上帝也同样利用各种秩序 来维持这个堕落的人 保持一定的秩序 所以我们就这良心来说 应该顺从 应该顺从 而且我们还要该怎样的态度顺从呢 就是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所以这里面谈到了第一是惧怕 为什么 他不是空空配件 他有权威 上帝赋予他的相对的执行司法 审判的权威 我们违背这个秩序的时候 他们会 我们就变成作恶的了 违背秩序就变成作恶 让作恶的受刑罚 因此这种惧怕 惧怕那个背后的权威是正常的 我们的正常的反应也知道 我们去什么公安局啊 去什么法院的时候 就不会像来教会那种感觉 对不对 有几个上市长办公室 去翘着二郎腿的 是吧 没有对不对 来教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翘着二郎腿 无意识的 那心态就不一样 我不是说来教会 翘二郎腿是好事 本来应该敬畏神 更敬畏才是 但是人的本性就讲 来教会是 相对不像公安啊 什么市政府啊 那么严肃的地方 就感觉好像放松嘛 当然 所以这这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权威 不老实的话容易被刑罚 是吧 翘二郎腿的牧师 也不会就下去拿那个狼牙棒去打你 或者给你投监狱 对不对 那种直观的恐惧 其实往往容易 这种区分开来啊 那还有就是恭敬 除了惧怕 他有权威 审判 责罚之外 还有恭敬 为什么 上帝赋予他的权威 应该尊敬他 所以对待他们的态度 不只是顺从 不只是出于良心 还有就是从 态度上应该惧怕 也应该 恭敬他们 尊敬他们 我们中国基督徒 往往是有一些 藐视他们 算什么 我们信的是天上的王 他们只不过是地上的 世俗的 这帮外邦人 这帮撒旦的儿女 魔鬼的子女 满眼的骑士 适当的尊敬 特别是我 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 有的时候长期被 这个特别基督徒 被公安 被派出所抓过的人 心里面对于那些穿制服的人 有阴影啊 来了韩国 反而去什么警察局去办事的时候 发现他们就像那个服务生似的 那么亲切 反而我们感觉到不舒服 对不对 韩国是过了 那种公职人员的那种权威很低啊 父母的权威也低了 虽然我不是说儒家思想好 但是那种适当的尊敬是好的啊 包括对公职 韩国的是公职人员啥也不是啊 那种权威完全 这个被践踏在脚下 明白啥意思吧 老百姓我们强调个人的权利 随便无视公共秩序 随便无视这个执法人员 所以那个酒鬼跟那个警察 像拉大剧式的那种视频里 我们中国人看着都笑话他们 对不对 在中国的话 绝对不可能 但是现在中国也开始变了 南方一些警察 一些公共人员 真的是因为开始人本那种执法了嘛 很多公职人的权利 但是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啊 法就是法 有些县一定要清楚 美国和韩国的这种民主社会是有差别的 韩式的有点太过了 美国呢你要嘚瑟执法 有问题 他说警告你 不让你滥动 他就可以开枪 但是韩国不 就那个酒鬼在那 在地上打警察 怎么打掐闹 警察就 没有办法 这就是 所谓我们追求的是怎样的民主 作为我们没有民主的 中国人 怎么看待 有些公权力要维持 但是当这些公权力的权威崩溃的时候 人就陷入到那种 人本的所谓的放纵嘛 是吧 所以这种恭敬没了 中国是另一种极端啊 另一种极端 完全是恐惧啊 所以这是顺从的态度 不只是惧怕良心 还要恭敬他们 所以保罗在命令审判的时候 然后旁边的人控告说 他是这个谩骂神的长官吗 保罗马上说 我不知道他是大祭祀 我要知道的话 我就不会骂他 对不对 他自己也是尊敬这些秩序 官长等等 所以他跟什么这些 罗马的这些 这些行政官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 尊敬的什么什么什么呀 先一顿称颂夸 这不是客套 是礼仪 尊敬他 认证他的权威 然后在他的命前 承明自己的案件 向他解释 希望他理解 所以今天中国基督徒 也是也是应该有这样的 应该有个态度 那第二 就是顺从的实际 我们不应该 不但应该有这样的 顺从的态度 还要有顺从的实际 这里面七节里面 罗列出很多 具体的顺从的事例 当然不止包括这些 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这是总的原则 当得的就给他 这个当得的包括什么呢 当得的粮 就给他纳粮 现在是没有这种制度了 当时可能罗马社会 有这种纳粮 中国也曾经有这种 交工粮的 那个时代 我小的时候 包括这个高中为止 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有交工粮 农民种了地 收下来的一些粮食 交多少多少义务 交给国家 国家收到粮库里面 现在已经废了 然后还有当得的税 就给他上税 这个是税是有的 罗马时代有 现在中国也有 当然中国的税是比较 可能全世界最重的 大家上超市去买的 所有东西里面都有税的 然后另外还要交税 你做生意要交税等等 所以各种税很多 我们一般不留意 后期我留意了 他们有些专业的人计算 当我们消费 比如说买东西100多 其中税百分之二十几 那样的税 吓一跳百分之二十几 税很高的 你跟其他国家比一比 包括大家收电费 虽然电费是国有 但是电费里面 还有什么三峡大坝建的 那个什么支援 那个你都不知道 就那么扣了 详细的内容 可能确认的人也没有 所以当纳的税 纳税 当纳粮纳粮 然后说 这是具体的代表性的 有一些义务 当惧怕 惧怕他当恭敬 恭敬他 这就是当归给他们的态度上的 好了 和弟兄姐妹 那总体上保罗在这里面教导我们顺从执政掌权的 顺从这种世俗的权柄 这是一般性的原理 注意啊 我用的是一般性的原理 通常来说 圣经里面不是一贯的教导我们盲目的顺从 这种相对的权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是绝对忠诚的 绝对顺从的是神 所以他每一次强调对人的顺从的时候都是基于神 无论是教会里面一样 他讲来讲去我们如何谋恩 基于上帝的缘故 有这样的顺从 父母也一样 在主里顺从父母 那有些父母糊涂的时候教导你去拜偶像 那你是基督徒 你当然不能顺从了 对不对 父母教导你去烧杀裸掠的时候 我现在我不知道 我小的时候有那样的父母 比较歪的父母教导孩子去偷东西 称赞他还干得好 把别人家东西占为基于 孩子觉得这小子将来有出息 父母歪嘛 没有正确的教导孩子 做正直诚实的人 然后做坏事的时候 父母也鼓励他称赞他 欺负人家孩子 把人家孩子打坏了 然后还鼓得真勇敢 虽然在这个落入强识 这种没有道德混乱的时代里面 这种教导可能适合孩子生存 但是从正道来教导 这种歪的父母教导是不对的 所以这样教导的时候 教导坏事的时候 你能顺从吗 不应该顺从 因为顺从神是第一最高的权柄 违背神的权柄 违背神的秩序的时候 没有义无顺从 官长也一样 使徒新传里面讲到 使徒们去传道 结果官长抓住他说 警告他 大祭司们警告他 不准传他们所认为的异端 耶稣的名 然后使徒彼得和约翰 回答了什么 顺从神 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一开始顺从神 不顺从人 合不合理你们去思考吧 没有正面回来 第二次是应当的 不顺从 为什么 在传道的事情上 神的命令是 王普天下传福音给外面听 但是你们不让我们传 分明是跟神绝对的权柄冲突 那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不能听你的 我恭敬你 尊重你 但是这件事情上 我不能沟通 不能顺从 所以我说一般性的原理是 在一般的常态下 我们要顺从这种权柄 遵守这种秩序 但是当这种权柄 发出与神的命令 明显的违背冲突的时候 我们只能顺从神 不顺从人 即便不信的 异教的官员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顺从的 上帝统治一般的领域的方式 是借着那些世俗的政 不完全的 不敬虔的 世俗的政府和官员 甚至不完全的法治 来治理 还有一点 加尔文牧师在这 注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就提到了一个 关于不合法的政府 不合法的政权 那在这里面 邪恶的政权出现的时候 邪恶的政权 发出邪恶的命令的时候 我们有不顺从的权利 但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抗命 他发出不合理的 我们不拒绝执行 但是不等于鼓励 我们个体暴动 虽然保罗在这里讲到 没涉及到邪恶政权 什么抗命的问题 这是为了平衡 整个圣经的教导里面 提到了这个 有一些发出错误指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顺从 这样的情况下 不顺从是允许的 然后但是圣经 不鼓励个体暴动 特别是加尔文牧师 在宗教改革时期 有很多冲突 像在苏黎世 祠韵里他也参与了这个战争 后来也死在战争上 然后清教徒他们也在英国 也参与了这个战争 我们熟悉的克伦威尔什么的 建立了个基督教所谓掌权的 短暂的那样的基督教 基督徒掌权的一个国度 马上也崩溃了 没维持多久 而路德也参与了这个奴民战争 一开始他犹豫 后来变成支持 为什么 支持政府镇压农民 他一开始是这样支持了 后来发现农民暴乱 有点太过了 为了保持这个宗教改革的成果 他赞同了政府镇压农民暴动 那加尔文牧师呢 他采取的更温和的 因为当时他也看到了 这种极端的激进的 这种暴动的情况 带来的负面 一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加尔文牧师 他自己是法律专业的 法学博士 按当时来说的 他非常懂这种原理 特别是当时还有一些 这个重启派的信徒 他们是比较属灵的 他们说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根本不鸟那些世俗政权 他们都是撒旦的魔鬼的儿女 我们不顺从他 他们是完全否认 任何形式的世俗政权 所以他们只顺从基督 只顺从 这是纯的 有这种激进的改革派 就是重启派 那中国基督徒很多 可能不熟悉重启派 但是很多神学 其实都类似于重启派 当然我讲这个 不是跟那个什么 何其伟学的 我之前就讲过这个话 何其伟是 他错误的把说中国的一些现象 直接来自重启派 错 这不是神学源头来自 而是相似 各自独立的事件 不是神学源自 我知道重启派 我传承了重启派的 没有这种历史传承关系 但是他们虽然发自不同的时代 但是他们独自发生 互不影响 但是相似性 所以中国很多的观念 很多传统的属灵官 都是类似于 我说的是类似于重启派的 这种主张 所以不是正统的 都是有些激进的 那结果他们 这种藐视政府 忽视政权 抗拒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主张是 个体没有资格暴动 他鼓励的是那种精英 在社会中上层的一些精英 他们在决策的时候 比如说弹劾王 劝王 用合法的手段去改革 不是那种底层的暴民 什么农民起义 实际上严格来说 中国历史上也没有 严格的这种民族主义运动 都是中产阶级 忽悠底层的人 来像今天是制造舆论 然后来一样 毛泽东搞革命人员 其实什么河南那边的 什么南方的一些 所谓的农民旗 不是纯粹农民旗 很多都是地主家 有权有势的中产阶级 所以圣经不鼓励 我们个人混乱 那加尔文牧师的观点是 宁可烂政府 也比无政府状态强 这也是奥古斯丁的观点 任何再不完美的秩序 也比无政府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涉及到顺从 我们应该顺从 为什么 上帝设定的 上帝安排的 虽然不完全 但是要注意 有些命令 明显跟我们信仰冲突的 跟神的命令冲突的 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拒绝顺从 世俗政府的 我们要顺从天上的网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该纳税 该尽义务 但是中国是比较特殊的 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特殊的政权 特别残暴 特别邪恶这样的政权 基督徒该怎么办 为民除害 把教会拿起兵器 把他们推翻邪恶政权 改变 改朝换代 这个不是什么 值得鼓励的方法 反而像初代的教会 那些基督徒 他们更多采取的是 忍耐 祷告 盼望 我们从这个 起书录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从教会历史也可以看到 那些邪恶的什么 多米田 或者豆米仙等等 那些网 实行残暴的去 弃压基督徒的时候 把他们放到斗兽厂里 让狮子去撕咬他们 甚至尼路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把基督徒身上 缠上这种油布 在公园里面 他的庭院里面 去点天灯 这种残暴的事情 我们看见的时候 是热血奋腾 会愤怒 会气愤 甚至想去改变点什么 但是历史当中也好 包括圣经里面的教导也好 不鼓励这种 用暴力的方法 反而是用那种温柔 就像我们的主也一样 默默无声 迁到被宰杀之地一样 他是因着顺从神 才愿意服在 本就比拉多的审判之下 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上 你就没有权柄治我 是吧 天使天君会来整 我的部下必然 带兵来拯救我 对不对 如果不是上头来的权柄 就没有权力 权柄来治我 所以耶稣是为了顺服父的旨意 用这种方法 去以善甚恶 同样使徒们 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方式 唯一一个比较冲动的 就是彼得 是吧 拿着小刀 削掉一个仆人的耳朵 但是耶稣却只吩咐他 制止他 收刀入鞘 对不对 反斗刀的必死在刀下 不是用武力抗争的方法 去改变世界 后来彼得也亲自 按照教会的言识来说 他也不是被盗定十字架吗 没有用那种武力的方式 使徒保罗也这样 所以约翰被流配到 这个拔马海岛也是这样 都是以温柔的 像羊羔一样 去面对这些强权 暴政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作为我们中国基督徒 读到这样的经文上 从感情上 我们很纠结 对不对 如果有人说 起来吧 这个不愿做奴隶的 中国基督徒们 我们要做点什么 可能高兴的人会很多 没反应的人可能更多 因为更多中国基督徒 是对这些东西都不关心 一提谈政治 好像就是属肉体等等 太属灵了 那是另一个极端 那还有一些极端 是受到近现代的一些 这个北美的一些基督徒 包括法轮功跑到美国 在YouTube上 也做一些这种教育 很多中国基督徒 开始意识觉醒 想做点什么 社会参与 觉得那个领域 我们曾经忽视了 现在要做点什么 结果又变成了 一种政治性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反思 我们的言论和做法 是不是合乎圣经 从历史的角度 从解经的角度 所以在这里面 谈到顺从 世俗政权 包括为什么顺从 包括顺从的态度和范围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顺从和秩序 恭敬尊重 哪怕是他们恶待我们 但是我们该怎么样继续的 就明确祷告 这是我一直讲道的时候 跟大家谈到 基督徒改变世界的方法 愤怒 拿刀去做点什么事情 并不是圣经所鼓励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权 就是祷告 当基督徒真的明白常识 又晓得圣经的教导 清楚的 清晰的在神的面前 迫切的 同心合意的 为自己民族国家祷告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当神试炼我们 磨炼我们之后 上帝达到他自己 良善的目的之后 上帝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问题 绝大不复的基督徒 是活在稀里糊涂里面 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 要么就是逆来顺受的 那种迷信式的 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然后跟我没关系 我就不管 忍受着 另一些基督徒 试图要借着舆论 什么搞什么运动 做点什么 这两种都不是太 积极鼓励的方法 但是你在做什么之前 你要认清 我们应该做什么 最起码你应该祷告 对不对 清楚的祷告 这个很重要 但是有几个 具有政治性的智慧的基督徒 明确的在祷告当中 为自己的国家民族 看见这种经济 崩溃人 失业 然后执政掌权者 这样做决策的时候 做了一些很多 我们看似是 这个很愚蠢的决策的时候 基督徒不只是抱怨 发个朋友圈 吐吐槽的问题 更多的应该祷告 为这些国家 这就是保罗教导 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让我们好平安 无事的度日的原因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发生变化 我们基督徒在这种社会里面 才可以平安 无事的度日 敬虔度日 不然的话 我们活在这种社会里面 社会在动荡 甚至很多基督徒失业 退休在家的无所谓 那些上班的 在公司里面 有些是已经 这个面对退休 又状况变化的 有些是正准备进入职场 有些是在职场里面 正挣扎着生存的 这样的基督徒 怎么去为你的国家 和社会祷告 那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对不对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更努力的 就是按照圣经教导的 一些原理 去思考和关心 我们的福利 这里面不只是谈到 秩序惧怕的问题 良心的问题 上帝设立这些权柄 是让我们得益处 让行善的人得益处 恶制恶 鼓励善 赏善 罚恶 是维持这个秩序的 一种方法 一般领域的方法和手段 好 这期间我们一起来 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明白 上帝在一般世俗政府当中 设立这样的权柄的目的 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对待它们 盼望更好地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当有不合乎圣经的吩咐的时候 制度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不是刻意去违背 但是恕不能从命 只能是采取抗拒的不顺从的方法 但除此之外 我们愿意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一般领域里面 去尊重他们 去顺服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明白神的道 愿意按照神的话去生活的 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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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